祷告 親愛的阿爸父神 慈愛的父 我們何等的需要你 需要你的同在 需要你聽我們的禱告 父神 驕傲常是兒女們容易犯的罪 父神 你知道我們是軟弱的 我們是有罪的 我們常站在自己的立場 說著自以為對的話 求父神證明我們的罪 真言二十五章十一節提到 一句話說得合宜 就如金蘋果在淫望之裡 阿爸父神 求你讓我們能學習有你而來的智慧 讓我們看別人比自己強 純謙卑的心 說感謝的話 說造就人的話 來幫助人 阿爸父神 我們知道 當我們用愛心說誠實話 說造就人的話 說感謝的話 又說得合宜 我們將受人歡迎 而且能榮耀你的名 教會中的弟兄姊妹們 也能彼此在愛中成長 同心合一來傳遞上帝國的愛和諧與美好 阿爸父神 感謝你 應找你十字架寶貴的救恩 讓我們有機會成為天國人 領受彼此相愛的介密 願我們每一天都能遵守與順服你的介密與旨意 阿爸父神 今日你要再次 透過聰宣傳道的口 來傳將你的真理 讓我們學習如何看別人比自己強 謝謝父神修剪我們 更新我們 謝謝你在我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 願你在我們身上得到同等的榮耀 以上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之聖尊名求 Amen 接下來我們來唸最大的堅密 我們一起來唸 你要盡心盡信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這是見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次堂見命是遇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當 好 那我們接下來還要來唸我們今天的經濟 今天的聖經是記載在北利比書二章二道事節 我們一起來唸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凡事不可解答 不可貪圖尋徒的榮耀 只要誠心謙卑 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個人不要安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好 那今天呢 謝謝